歡迎各位益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一節就有些趣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話說有些香港遊客在泰國那樹撞正曹永廉 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撐警之星TVB的天王巨星 誰不知這名市民說到嘴唇邊就說不出曹永廉巨星的名字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在泰國撞見了這個不知道什麼名字的藝人 之前撐警後來就被廣告商割擠 好壞不壞好像就被曹永廉聽到了 他和他老婆馬上就破口大買這兩名的主婦 還拍了別人的大頭照 這位主婦就說到 哇這樣的藝人良心何在啊 帶著兩個兒子去旅遊 都在兩個兒子的面前破口大罵 真是一個好榜樣啊 醜出香港啊 就拍了一張大頭照 這張大頭照非常離奇在Facebook那裡傳播 而且有一個 caption 他怎麼描述呢? 他就說撐警的曹永廉在泰國玩 遇上香港的蟑螂 兩隻蟑螂當街罵曹永廉 今時今日作為警察沒什麼做到啊 窮到只剩下手機網絡 適合聽的就推一推 這就是這兩名主婦被人貼了一個大頭照的描述 好了這件事其實就反映了很多事情 首先來說 做明星就很驟忌市民 記不起自己的名字 尤其是暗示的恩星 當然會是相當反感 第二件事就是 擺明介意再次提起廣告商割蓆的事件 其實也挺慘的 那些廣告商好像余林大迪一樣 一晚就馬上跟他說 這是單次性的 這個就不是我的代言人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當然是不喜歡的 第三件事 你看到那些藍絲或撐警人士 他們很喜歡安一個扣頂帽子給別人 就說人家是蟑螂 這兩名主婦擺明是遊客 他在泰國遊客區也沒有做什麼行為 純粹是和你不同意見 你就扣頂帽子說人家是蟑螂 這相當危險 證明了一件事 他們根本是完全不接納所有的異見聲音 凡是你提出一些不合聽 他說你是蟑螂 就可以用蟑螂物化了 蟑螂物化了 可以打 蟑螂物化了 蟑螂物化了 那張大頭照片 又會拍得出這兩個主婦 我不知誰寫 最後他提到這個貼文說 警察窮到只有手機網絡 哇 你這班人真是貪得無厭 明不明你這班警察在社會上 已經是一個特權階級 你還說窮到只有手機網絡 第一 你這班人又已經賺了OT錢 盤滿盤滿過肥年 你還說自己窮 第二 你在社會上已經有無上的權力了 你喜歡抓人就抓 鎖人就鎖 喜歡噴這個圖輝 你都照噴 你上司指揮官又怎樣 照噴 今天在大埔超級城 見到有兩個便衣蒙面 那又怎樣 照拉 話知他自己有 到時候拉了才等他算數 這些就證明得到 你們怎會窮到只有手機網絡 反而這班藍絲和撐警人士 還可以大搖大擺 在警察面前走過都不會折查你的 只要叫聲支持警察 嚴正執法 就可以了 而且在不少的事件當中 都被市民看得到 這些警察就是選擇性執法 優待那些藍絲 虐待其他市民 這些根本上是有證據的事件 不要說人家虛構 要舉出來 有很多例子 告訴你 這些就叫做慶祝難輸了 好了 我們又說說另一件事 說完這些笑料之後 其實另一件事也可以說是笑料 大家都知道 梁美芬所屬的政黨就是 就是京民聯 京民聯在區議會選舉當中 也是大敗 輸到只有五個位置 全港四百五十幾個位置 只剩下五丁油 他就預料自己在區議會的工作 就是舉步為姦 他說一定要接受現實 適應人家擲裝 探討如何在這個環境生存 繼續理性以正 爭取訴求 他其實有幾件事要說 他說的一件事 就真是生病 他說 過去這些現制派議員 只懂得眾民生 在政治議題上偏向低調 甚至迴避 社會卻比以前更加重視政治 他說 我們應該正視政治問題 正視五大訴求 哇 你真是厲害 梁美芬 竟然間是改口風 為什麼? 就是因為選舉 九月立法會選舉 九龍西當中 建制派的選情非常激烈 因為九龍西有六個位置 建制派佔了四個 分別是鄭詠信 蔣麗雲 陳凱恩 和梁美芬 大家都知道 如果建制派六佔四 在未來的選舉一定會跌非 而且一定會跌了議席 照正常常理 當然要講一下正視五大訴求 即是虛情假意說話 尋找那些人笨實 又怕人上當就成問題 因為你的檢查紀錄實在太明顯了 我們又幫梁美芬大議員回一回帶 在今年的九月五日的時候 他就說到 政府已經拋出橄欖枝了 即是當時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 他就認為是政府伸出橄欖枝 好了 如果要解決問題 首先要跳出五大訴求的框架 認為現在這一刻 談及爭取普選和政改是不現實的 又批評民主派從來沒有譴責示威者的暴力行為 當時你說要跳出五大訴求的框架 是九月六日的時候 為何到現在的十二月年尾 你又說要正視五大訴求呢? 是不是梁大議員 突然變了 你要出來解釋清楚 到底五大訴求是要跳出這個框架 還是需要正視 如果現在又說需要正視 麻煩你出來向選民道歉 就是你當時的政治判斷是錯誤的 否則你不要拿這件事出來找選民笨 而且也在你的口風當中 看得出你是毫無反省 為什麼呢? 他竟然說區議會選舉當中辯論很弱 我們受到暴力威脅 但是候選人基本上全部都迴避政治議題 對手只說政治成功 就吹谷到自己的支持者出來 你說這些說話 即是你抵賴別人只說政治 搞到自己做了很多選舉工作 做了很多地區工作 都沒有人看到這樣 你是心有不甘的 你是不服氣的 而且他還說到 相信絕大部分市民都不接受暴力 但是似乎他們還沒有正視過問題 不見棺材就不流眼淚 可能要去到失業 影響埋到身才會去投票 攬炒後遺症已經逐漸浮現 法庭開始有案例 經濟又有後果 如果再加上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慢慢越來越多人會覺醒 希望選民盡快清醒理智地去投票 其實你這句說話 就是責怪那些選民 你就認為那些選民現在這樣投票 是非理性的 你認為現在的選民不投理 是不對的 你就是潛意識 你根本沒有把這句說話說出來 你潛台詞就是責怪那些選民 根本上你就毫不愧恥 你就毫無反省 你這些政治人物 怎麼擔大旗 說就說那些政治五大訴求 你一成都雙目失明 對不對 更好意思 就叫選民快點清醒 快點理智投票 其實在上一屆區議會選舉當中 市民已經非常理智 走出來投票 如果他們不走出來投票 就讓你那些中票黨贏了 更好意思 說人家要快點清醒 人家就是經歷了過去半年 政府的高壓統治和警察的暴力之後 就算沒有打到自己 看見電視機的畫面 那麼血腥那麼殘酷 自己也忍不住要出來投票 梁美芬 還叫人家清醒 一早就醒了 要醒的就已經醒了 只有你那些藍絲 還沒清醒 告訴你 說回區議會 原來在東區區議會裡頭 他們打算在新一屆會期的時候 成立一個東區監察警方行動的特別委員會 而且打算更改會議常規 包括刪除會上不能錄影的條文 以定這個發言的次序 以及按照立法會的形式 每名議員發言之後都要有官員回應 而不是統一回答 這些就是在做實事 希望他們當然 區議會 雖然是流於一個口水組織諮詢架構 好過不做事 好過讓你建制派拿這些位置 如果建制派依然是佔有大多數的 怎麼會成立一個所謂 監察警方行動特別委員會 說都不能說 而元朗區議會也會成立一個特別的工作小組 來調查721事件 但用什麼形式來跟進 就是有待討論 這就是在做實事 特區政府不去查721事件 由區議會嘗試用它僅有的權力去做 當然做到成效就非常有限 但好過不做 你特區政府何時去開獨立調查委員會 其實就算開了 市民都不會收貨 何況你不開 更加不收貨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